传利战书丁薛祥紧急启动临时预案 习提前开政治局会议防不测 对最高层发出一警告 12月25至26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民主生活会 习对政治局成员提出多项要求 包括要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树立好的家风家规 管好家人 勇于担责等 1月1日 港媒东网刊发评论说 这次让政治局委员们出出汗 洗洗澡的生活会 是习近平给这些委员打招呼 约法六章的会议 他的发言话中有话 颇有深意 央视镜头显示 整个会议看似一团和气 实际上相当紧张 每个政治局委员都要逐一发言 不仅要批评和自我批评 同时还要接受习的点评 习坐在核心位置上谈笑风声 委员们却各个政津危坐 如盲在背 评论认为 中共新一届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实际上是习近平对这些委员不放心 给他们打招呼 约法六章 警告其不可再出现类似孙政才等这样的大老虎 海外中文媒体博文社报导称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 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中南海知情者透露 按中南海原先安排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原本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 稍事修整就应该登场 出于安全考虑 原大内总管和现任常委栗战书与其接班人中办主任丁薛祥紧急商讨后 启动了相对保守的临时预案 决定适当推迟和延期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中南海知情者表示 经过中南海御用医疗团队的紧急会诊后 习近平并无大碍 而且对在境外事活动和日常安排影响不大 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很快得以恢复 但为防各种不测 习近平亲自决定还是提前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民主生活会 然后再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在政治局会议和民主生活会上 习近平重申绝对忠诚的重要性 极为罕见的是 习首次明确警告中共最高层 绝对不能四分五裂 据官方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月18日至20日召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2月28日至29日举行 两次会议 习近平均带领所有常委参加 并发表讲话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同 asks 与建议 10日前